在高利率時代整個經濟是會蕭條 而且會有風暴這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這邊有個圖喔 這邊來告訴大家說 就是雷麥兄弟那個時候的利率其實跟現在都是差不多到5% 那時候雷麥兄弟引發的金融海嘯呢跟歐債的危機大家有看到嗎 那時候的利率也來到5%我們現在來到 那個時候的利率了這是很恐怖的你看 每次利率只要超過5%有什麼網路泡沫危機 亞洲金融風暴 還有這個1089年的利率來到那是超高的 8%那時候那個泰國東南亞的儲貸危機 像那個葛拉罕他都覺得說美股可能會暴跌的50% 因為這個利息呢 會不斷的往上升 而且他建議大家買美金就好了 請大家不要再去買什麼美股啊再去買房地產 然後可以知道這個經濟 很危險喔 大家來看一下喔今天是 10月11號週三 美國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是4.99% 喔快5%了 可是很奇怪 為什麼美國10年 公債殖利率只有 4.64% 怎麼會比 兩年公債的利息還低呢 這是照殖利率倒掛 通常你存在銀行的錢 存月9利息會比較高 這邊剛好是存的 是比較低 這就不對了 如果今天兩年公債是4.99% 那10年至少要5.2% 你會有一個 其實兩年跟10年可能會差個1% 可是他沒有 他反而減少 這就是殖利率倒掛 所以你可以看 從2020 這殖利率一直上升一直上升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個美股 跟台股 其實最近在跌 你殖利率高的話 這個 股市不會好 因為 太貴了 而且經濟蕭條 所以 股市一定是 會跌 所以大家也說1.6萬會不會到1.7萬8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美國的殖利率呢 會不會呢 可以往下降 這邊是會給大家一個 美國的這個經濟 金融指標快報 10月6號這個美國這邊公佈的 那我把幾個比較重要的數據呢 呈現給大家看 那通常我們會看的是什麼數據呢 第一個是CPI 通膨指數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2023年的通膨指數 真的有下降囉 因為 美國一直升息嘛 從零開始一直升息到現在有說了5.25到5.5%之間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4月份的通膨呢 今年4月份通膨是4.9% 那4.9%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去年啦 這個我這裡有從2019年一直到今年嘛 那我覺得殖利率其實 在這個通膨最高最高的時候呢 其實2022年 第四季的時候 來到8% 但是我們從 去年年底的8% 一直到今年9月份 已經從8%一直降 看到7月份 是3.2% 6月份是3.0% 真的降很多 從8%降到3.0%很多 可是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怎麼 7月跟8月的這個CPI一直上漲 你可以看喔 3.0 3.2 3.7 會不會再升息 會不會再升息一次啊 在那你看這個數據有沒有覺得通膨壓起來 好像 所以你覺得會升息嗎 不知道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叫PPI 到底什麼是PPI呢 PPI就是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就Producer price index 你看喔 在6月份是90.2% 7月份開始上升 0.8% 1.6% 又來到什麼 越來越高 生產者的生產成本越高 代表消費者要去買 他就變貴 所以整個通膨就起來了 等等你在聽我這樣講 你覺得會 那個 升息嗎 好像會吧 喔他剛才說應該 不會吧 不知道 現在他說好像會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一個東西 就叫恐慌指數好了 這個 上個月恐慌指數是VIS 是13.57 9月份來到17.52 真的是恐慌了4% 可是恐慌了4%也恐慌了三成的意思 因為以前13.57 現在變成 17.52% 恐慌了多了三成的恐慌 那我們來看美元指數也不斷的攀升喔 今年4月的美元指數是101.66% 哇然後 104 到這個月9月份 來到106.17% 美元指數一直在上升代表什麼 真的很恐慌 大家知道為什麼美元指數會上升嗎 因為大家呢 把手上的股票房子都賣掉 然後閉錢就買美金因為美金比較保值 所以大家一直搶買美金為什麼 好恐慌喔 不知道高值率率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大家一直買美元在存 那 他真的想說